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尋經問道》 今天是8月26號星期五 我是宇玲 我在新加坡 大家好 我是張詢 我在美國芝加哥 好 張詢 今天我們來談這個話題 很多人好像尋眾要求 等了很久 所以我們要來談 要從哪裡開始呢? 我們就一直在說 我們節目的內容 經常都是關於近年來西方的左派 他們的作為是越來越猖狂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到了傑斯底里的地步了 要推那個《New World Order》大重制 世界大重制的《Great Reset》 而且他們所推的東西 每一個議題都是在坑害人類 更加重要的就是各國政府現在都真的是合作 你看連我們新加坡也都在配合這個大重制的潮流 所以看得出他們要取得一種統一控制人類的一個 真的世界性的政權 所以很多事情就讓人不得不訴諸陰謀論 比如說世界各地 尤其是美國很多地方 那個糧食加工廠都被燒掉 都是針對這個吃的 還有深處的大批死亡 我們以前在節目裡面也提過 然後又聽說有地方正在推出那種昆蟲 以昆蟲來加工作為食物 要人家吃 然後我們新加坡也建了一個亞洲最大的人工肉的製造廠 哇 所以我聽這種東西就是會覺得 是不是一方面要造成人為的糧食短缺 人為的飢荒 然後另外一方面他們就可以推出 甚至是逼人類去改變飲食習慣 吃他們所推出的那種昆蟲啊 還有人造肉啊這種 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掌控人類 來實現他們的八別塔理想國 哇 我這些東西如果跟我那些不信主的朋友說啊 他們簡直覺得我得了什麼妄想症 即使是信主的基督徒 有時候都不願意聽 都覺得我想的太遠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陷入陰謀論 陷入到走火入魔了 現在這些事情真的不是陰謀論 這個是合理的質疑 是基於事實的質疑 實際上你看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上半年的時候 當我們談到說Kansas City 6月份有大批的那個牲畜死亡 家畜死亡 對對對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覺得是陰謀論 啊 而且呢 你知道這個所有的左派一口同聲 是因為太熱死的 結果後來陸續出現 剛才你看我那個照片中 那裡邊這個少兒不易啊 這個裡邊這個很多牲畜 它的一些器官都被割了 很殘酷的樣子 而且那個Fox News都上了 都在講這個問題 就是一種非常有益的 這種非常殘忍的方式來殺害的 不知道怎麼回事啊 那為什麼有這種情況 而且呢 糧倉起火到時候都發生的事情 確實是這個樣子 而那個昆蟲的加工廠 昆蟲食品的加工廠 現在都在建的 而且在學校裡邊 老師拿著一盤這個昆蟲食品 讓孩子們品嘗啊 對吧 這個吃昆蟲要從娃娃抓起 這樣的東西 不是這個什麼啊 不是陰謀論 是我們基於事實 那你說人類為什麼感覺 你把這個東西 我們這叫connecting dots 對不對 我們連點把點連成線 你看看他到底幹什麼 但是呢 當你最後你連起來看 你搞不清後面有什麼東西的時候呢 你可能也會去產生一些陰謀論的想法 就現在這個問題 啊 咱們說的他要打造巴別塔理想國 他要讓你吃昆蟲 要什麼這個那個東西 那背後到底是誰在幕後 前台誰在指揮這些行為 嗯嗯 你回到歷史上 很有意思啊 一旦出現了這種危機 或者有些重大的 讓人覺得猜疑的時刻的時候 有一個民族 基本上都會被想當然的認為是罪魁禍首 嗯嗯 是誰啊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今天的主角 猶太人 對的啊 這個就是猶太人 對吧 呃 那 猶太人現在啊 就有很多 你我們一直反對大重制對不對 反對世界新職人 我們揭露他們揭露很厲害的 呃 我們經常在談這個問題 呃 但是現在呢 關於大重制呢 有很多右派在談一些有關猶太人 嗯 而且這裡面基本上我們認為有很多是陰謀論在裡面啊 啊 為什麼是這樣呢 呃 我 你剛才說了 有不少網友希望我們講解猶太人 其實這個話題 咱倆知道 你知道我我我我 至少我這邊 我是花很大功夫準備挺長時間 呃 不是說 我不瞭解歷史 猶太人的東西 看過很多次 而且各方面的什麼 呃 在西班牙的 在法國的 在德國的 在什麼 東歐的 等等 我很喜歡看這些東西 但是呢 當你談到猶太人有哪些是事實 哪些是傳說 啊 哪些是真相 哪些是謊言 這就 不是那麼容易容易做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給大家講的這個事情 大家肯定有 願意聽的 也肯定有 反對我們的 因為這個話題本身就非常有真意的 咱們這樣的 雨林 你先給大家整體的很快的把猶太人的情況 整體介紹一下 相信大家都了解 但可能 有些網友還不了解 好好好 我嘗試濃縮的 把聖經 就約關於 關於猶太人這個民族是怎麼出現的 我說一下 那首先呢 就是 應該是在 主前18到20世紀 這段時間 那麼就有一個人 當時還沒有猶太這個民族 那麼就有一個人叫做亞伯拉罕 他沒有後代 沒有子孫 那上帝呢 就主動出現 來與他立約 應許他會有一個兒子 而且說你的後裔會多的像天上的星海邊的沙那麼多 就 而且吩咐他離開他現在所安居樂業的這個家鄉 吾爾城 要他離開 去一個 上帝要他去的一個陌生地方 是上帝應許他的一個應許之地 好 那亞伯拉罕就聽上帝的話 就去到那裡 而且呢 就開始 確實就 就開始了這個民族 因為亞伯拉罕後來就果然生了兒子 一個是不是應許的兒子 以什瑪利 那麼就上帝所應許的兒子是以撒 那後來果然就出生了 以撒又生了一對雙胞胎以嫂和雅各 那以嫂也是不要的 雅各才是那個被應許被檢選的 那這個雅各呢就有12個兒子 所以就是後來的12個支派的出行 那其中立位支派他們是世世代代當祭司的 所以他們就沒有分得產業 但是約瑟其中一個小兒子約瑟呢 他因為後來去了埃及做宰相 而且在大饑荒的時候就救了雅各的全家 那後來約瑟的兩個兒子就得了 就得了兩倍的就是各自得了產業 那所以呢就依然有12個支派 那這12個支派他們後來在那個迦南地 就各自分到了那個土地 就成為了最早的以色列人 或者是猶太人 那在分得地土之前 有他們自己的土地之前呢 他們首先是在埃及做了400多年的奴隸 那後來就是上帝興起摩西 就帶領他們離開了埃及 經過了曠野40年的流浪 就進入了迦南地 也要經過征戰 上帝就帶領他們征戰 那進入迦南地以後呢 也他們分得各自分得土地 但是還不是成為一個真正的國家 就由士師來治理他們 到了扫羅就是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軍王 那麼這個以色列的王國就成立了 大衛所羅門就是他們的鼎盛旗 但是所羅門之後到了羅伯安 就迅速這個國家就分裂成 分裂成南國和北國 這個分裂的時候大概是在主前十世紀 然後呢到了主前722年的時候 北國首先被亞述所滅掉 那還剩下南國 南國呢主要是以猶大支派 和汴雅敏支派為主 但是裡面也有大量的這個立位人 其實其他很多支派也有回歸到南國 那是因為北國他們拜偶像的風氣 實在太過盛 所以呢很多不願意拜偶像的 還是回到了南國 好所以那麼就南國繼續存留 但是到了主前的586年 南國就被巴比倫所滅 那其中大部分的貴族啊 有知識的人都被擄到巴比倫去啊 王家做王的啊做大臣的 全部都被擄到巴比倫去 只剩下最貧窮的還留在這個南國的土地上 然後到了70年以後呢 他們就有一次很大的回歸 所以就回來耶路撒冷重建聖城 重建這個城牆和重建聖殿 那麼大致上就是這個時候是在主前的500多年 對後來呢經過了有400年嘛 這個一個靜末期啊 聖經歷史都沒有什麼記載 然後接著就到了耶穌的時代就主後了 主後呢如果你從猶太歷史人來講呢 主要是在當時他們還這個猶太國 以色列還存在的時候呢 有兩次大起義 一個是主後66年的一個反羅馬的起義 當時羅馬是他們的宗主國嘛 另外呢這個起義失敗以後呢 羅馬反正把它鎮壓下去 鎮壓下去就過去了 135年主後135年第二次起義 這次羅馬帝國徹底不干了 就是把整個猶太人全部都從這個以色列 他們就是近東啊巴勒斯坦 後來叫巴勒斯坦那個地方 全部給驅逐出去 驅逐出去就被放逐 多數在歐洲世界各地都有 那從那個時候一直到1948年 以色列就猶太復國啊 以色列國再建立 這之間這個有這麼將近2000年的時間呢 耶穌的門徒們呢和使徒們呢 他們等於當時都是猶太人嘛 他們就講福音傳遍各地 那麼歐洲也就逐步基督化了 而絕大部分猶太人呢 他們就流散到了世界各地 沒有自己的家園 而且他們也時常的受到迫害 這個基本差不多就這麼一個歷史了 對對好那麼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背景 一個大的背景啊 那我們現在就回到 猶太人為什麼經常被牽涉 就是牽涉到那個陰謀論的這個話題 那跟歷史也是脫不了關係啊 那所以如果要說到歷史 那又得要張學你跟我們多講講故事了 這個你看咱們有網友也問到說 為什麼歷史上天主教迫害一個猶太人 其實歐洲歷史上新教也迫害 馬丁路德一提起猶太人也咬牙切屎了 這個歐洲確實是在歷史上呢 有過多次迫害猶太人的記錄 往往都是在社會出現危機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他們要找替罪羊 要找這個就是這麼一個一個就是罪魁禍首 而中世紀我在看的時候這個中世紀啊 他對猶太人的破壞其實主要來自於教會 從這個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呢 他們給猶太人定了主要有三類罪 第一類罪呢認為他們是拜魔鬼拜撒旦 他們有些什麼儀式什麼 他們說他們是崇拜魔鬼 不是拜上帝 然後呢另外一個就是第二類 就是說他們有性犯罪 就是什麼放縱這個性欲啊 鸾童啊殺害幼兒等等 哦 對 那麼第三一個呢 就是說你為什麼猶太人他們幹出這事 說他們不是真猶太人 他們是假的 這個裡面其中他們還找了一個聖經依據 我給大家看一看 就是啟示錄二章九節 其實還有一個二章三章九節 我們可能待會兒也會講到 這裡面講到我知道你的患難 你的貧窮 也知道那自稱猶太人所說的毀謊話 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 乃撒旦儀惠的人 撒旦儀惠 這個很有熟悉感 什麼鸾童還有撒旦教 哇這個跟我們現在說的那些大重制精英們 也是鸾童的也是拜撒旦的 哇罪名跟現在的都差不多一樣啊 對你會發現歷史和現在它都在重複 其實我們也說過 並不是說他們沒有鸾童 也沒也不是說他們不敗撒旦 而是說他們實實在在的罪行 比如大重制世界大重制啊 這個世界新秩序 他們這個LGBTQ啊 做這種批判性種族裏的這些 這個對法律秩序的迫害啊 這些東西呢是我們能抓得住的 那麼我們怎麼去反對它 對陰謀論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它千年它不變 但是總有信者 比如說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14世紀的時候 蒙古人不入侵帶來鼠疫嘛 鼠疫歐洲是那個叫黑死病 死了三分之一的人 猶太人當時屬於比較文明 他不像你歐洲 踏破人當時熱爾曼蠻族 中世紀都不洗澡的 對吧 一輩子不洗澡 猶太人比較減衛生 所以猶太人死的比較少啊 那他也是 當時也陰謀論 就說他們是帶來鼠疫 是澄清禍害歐洲的 所以你知道陰謀論 它始終伴隨著這個猶太人 而且呢它始終成為這個 它不斷被排擠的一個依據 對 那麼你所說這個 歷史上面的陰謀論 確實一直就跟猶太人有關係 那麼近年來也是這個陰謀論 也是滿天飛 那跟歷史上的陰謀論 有沒有一些聯繫 還是是不一樣的 對 今天我們談這個問題呢 其實我們要注意 什麼是事實 什麼是傳說 對吧 什麼是真樣 什麼是謊言 這裡邊你要辨清楚 大重制我們要反對 但大重制 關於大重制反對的人中 有一些其實是起反作用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例子 就是關於猶太人的陰謀論 它是把一個古老的傳說 和習近平的大重制 給結合在一起 這個敘事基本是這樣的 我說的也不全 大致意思就是說 大重制呢 我們認為大重制是西方左派 各國左派左派這些邪惡的左派的人 來做 對吧 但是呢 這些陰謀論者他認為 大重制是共激會和光明會的陰謀 基本這樣 然後呢 操縱共激會 那我就想 如果它是共激光明會的陰謀 那共產黨往哪放啊 對不對 我覺得共產黨比他們還餓 對呀 對呀 我們有關於這個節目 我們也有做過 我們講過這個對不對 好 那麼接著就是說 操縱共激會的 後面操縱的是誰呢 是猶太人的家族 猶太人或猶太人家族 比如說羅斯柴爾德 操縱了有世界三個世紀了 三個世紀了 而且呢 那麼羅斯柴爾德是誰 猶太人 對吧 那他是什麼猶太人 他是阿斯肯納西猶太人 什麼是阿斯肯納西猶太人 他們是假猶太人 他不是真猶太人 他們是來自於中亞的 屬於突厥人的可撒人 所以他們不是屬於上帝 不是上帝選民 他們是屬撒旦的 這是他們一個narrative 他們一個去世方式 這真的真的真的很多很多 而且我聽到越來越多 我以前從來沒有聽說過 OK我是孤陋寡文 後來現在就聽了很多很多可撒猶太人 可撒猶太人 都是可撒猶太人的錯 他們簡直就是人間的魔鬼 很多人相信這個說法的人 還包括很多跟我們 就是也是觀點很一致的人 都是保守派 華人 甚至我的一個 在美國很多年的一個uncle 他是堅定的共和黨支持者 非常理性 非常講求證據 所以他最近也發給我 關於可撒猶太人的英文版的很多的說法 哇 我真的覺得 嗯 有點需要關注了 對對對 對不起 所以呢 今天我們的話題 就涉及兩個猶太族群 我們猶太人的題材太廣了 我們沒辦法 這個可能就是全部面面俱到 那這兩個族群呢 我們就說明去來解析 它猶太人的陰謀論這個問題 一個是可撒猶太人 另外一個叫阿什可纳茲猶太人 我先講一講可撒猶太人吧 然後呢 再講阿斯可纳茲猶太人 再講他們之間的關係 OK 那這個 對 就是叫Kazaria 或者叫Kazars 這個就是可撒 可撒猶太人 這個可撒猶太人 他不是猶太人 就是可撒 他原來是突厥的一個部落 他在七世紀六百四十幾年吧 到差不多十一世紀 其實到了十世紀 就九百多年 他已經不行了 但是整個他差不多七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 他存在可撒人建立了一個可撒帝國 就是叫Kazaria Empire 那麼這個可撒帝國呢 他的位置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這張地圖 左邊這是黑海 右邊是李海 這個中間呢 這個地區呢 就是 你知道 福爾加河流域 比如說 大家知道什麼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以前的 就現在叫福爾加格勒 就在這個 這個黑海的亞洲海的上游 這個地方就是差不多就是現在 靠近俄羅斯西部 就離那個烏克蘭很近的地方 那實際上可撒帝國這張地圖 這藍色的邊界呢 他是在可撒帝國全盛的時候 他的邊界已經到了基辅了 很大的 後來逐漸縮小 他周邊有保加爾人 有這個基辅羅斯人 那麼還有這個下面就是阿巴斯王朝 就是伊斯蘭的啊 包括伊朗什麼的 也那個波斯 那麼他的這個左下方 大家可以看就西南部就是拜占庭帝國 基督教拜占庭帝國啊 東正教 那麼這個就是當時的這個 可撒人的地方 那麼可撒人他在十一世紀 從十世紀開始就受到基辅羅斯的攻擊 基本上十一世紀就被基辅羅斯給滅了 滅了以後呢 他就等於被人口就給打散了 打散後來呢 大家知道那個十三世紀蒙古人又過來入侵 又給他碾壓了一遍 所以說這個可撒人呢 到今天你也找不到誰是可撒人 只是一個傳說 那麼他流散世界各地啊 而關於可撒猶太人怎麼來 就是據說啊 就是在八世紀七四零年 當時的可撒國王 有一個可撒國王 他皈依了這個猶太教 那因此呢 就有了這個可撒猶太人這麼一種說法 對 那麼這些可撒猶太人其實就是突厥人 所以就說在血統上 他們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猶太人 而且按照陰謀論的說法呢 他們後來就慢慢慢慢就 就牽往俄羅斯啊 烏克蘭 波蘭 東歐地區 甚至就牽入到德國 就成為了德國猶太人 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大部分的 這種歐洲 德國的猶太人 那這麼說他們就不是真猶太人了 但是這些猶太人又有另外一個名稱 他們自稱也是這麼說 就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好 那是不是同一回事呢 對 這個就是我們那就好 可撒 大家知道可撒人就這麼回事 咱們幾點談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現在談到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這個阿斯肯納茲猶太人呢 這個確實值得以說 因為他是一個關鍵環節 他們是誰從哪來的 他們和可撒人有沒有關係 那麼他們是不是真猶太人 就這幾個問題我們看一看 OK 不如這樣了 我們回到聖經 因為這個阿斯肯納茲這個名字 其實很陌生 那這一次為了要做這個節目呢 那我也去看了《創世紀》 這個名字的出處 其實在聖經裡面 《創世紀》有一個名字叫做 亞什基納 其實英文就是阿斯肯納茲 就是同一個字 在《創世紀》十章一到三節 這裡就是講到 挪亞的兒子 有三個兒子 閃、韓、亞佛 那他們的後代記載在裡面 就是在洪水以後 他們都生了兒子 亞佛的兒子是 亞什基納立法 托迦馬 所以這個亞什基納就是阿斯肯納茲 那按照這段經文呢 阿什肯納茲就不是閃的後代 而是亞佛的後代 所以又更加的混亂 但是我們就要看聖經 還有一個地方也提到這個名字 就是在《耶利米書》五十一章二十七節 說要在境內樹立大旗 在各國中吹角 使列國預備攻擊巴比倫 將亞拉拉、米尼、亞什基納 各國招來攻擊他 又派軍長來攻擊他 使馬屁上來如罵雜 那很多就是那個 就從這裡這一段經文可以看到 這個亞什基納也就是阿斯肯納茲 就是一個地方的名字 那很多聖經學者就認為 這一個地方是在小亞西亞的地區 也有其他學者認為是在離海北部 那麼這麼說呢 恰恰就與可薩王國 你剛才所介紹的那個可薩王國 在位置上是重疊的 所以是不是這個原因他們其實就是同一種人呢 對這裡邊其實有很多外部的一些客觀事實 導致人們他就能夠把阿斯肯納茲人和可薩人 拉在一起 你看首先一個 剛才你說了 聖經上來講 如果按照聖經的來用的這個詞 就是那個亞伯基納 那麼他不是 亞什基納他不是這個 閃的後代 是亞伯的後代 那麼說明什麼 他是假猶太人吧 對吧 如果你要是阿斯肯納茲的後代 阿斯肯納茲是亞伯的孫子 如果你是亞伯基納的後代 那麼你就 對啊 你就不是一個真正來自中東的 閃的後代 而且有可能是可薩人的後代 因為可薩人很可能是亞伯人的後代 那誰知道呢 好像make sense 你知道 你知道英文中間 一般來說人類學講 就白人怎麼講 高加索人種 高加索在哪 那就在離海附近 就是中亞地區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呢 對 make sense 另外還有一個 你看時間點上 這個亞 可薩人呢 他是七世紀建立可薩王帝國 然後呢 這可薩帝國呢 是十世紀到十一世紀解體 而是阿斯肯納茲猶太人形成 在德國形成 是十一世紀 嗯 所以呢 時間上也對得上 對對對 那 但是呢 實際情況 你在 在仔細研究 它不是這麼回事 這個 為什麼 我給你講這幾個 更細的東西 阿斯肯納茲猶太人呢 他是什麼人 就我們講講 他是指最初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左右 就是居住在德國的 在德國哪呢 在德國藍因蘭地區 這麼一批猶太人 他們基本上99%的人 都講Yiddish Yiddish 這個Yiddish呢 是什麼語呢 它是日耳曼語 就猶太人所講日耳曼語 也就是說他用日耳曼語 來講出的那個希伯來語 來表達的 所以呢 真的它是個比較地道一個 從德國這個當地原生的 這麼一個 猶太人的語言 而且 阿斯肯納茲猶太人最早的時候 把自稱啊 不是叫做阿斯肯納茲的 他們管自己叫什麼 叫藍因蘭 因為藍因蘭 因為藍因蘭猶太人 因為他本身就在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呢 很多人推測哈 有幾種 這個這個我 我真的是看了不少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他後來改成阿斯肯納茲了 因為呢 他覺得自己來自中東 而很多學者認為阿斯肯納茲 不就是個亞拉拉山什麼 就那一片嘛 就在那個 那一片都是中東地區 他覺得這樣話 自己是一個真正說正宗的 來自中東的 這是一種說法 還有人說法什麼呢 就有些人還說阿斯肯納茲 就是德國 或者有些人說 德國人就是從阿斯肯納茲 是遷過去的 日耳曼人往西走嘛 所以因此呢 他為什麼管自己叫阿斯肯納茲人 因為他就住在阿斯肯納茲 這個 與阿斯肯納茲人住在一起 所以說呢 他就叫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總之吧 他無論怎麼表達 他表達基本是一個 他周邊的環境和他的地名 他不是說 我是雅佛的孫子 阿斯肯納茲的後代 沒有這個說法 OK 所以他是個 他不是個 這個族名並不是來自於 因此他不是雅佛的後代 就好比說我說 我是美國的猶太人 我是美國的華人 並不意味著 對吧 我來自我的祖先就在這個地方 只是說我現在生 我在這生活 那後來呢 阿斯肯納茲呢 這個 這個由這一類 這個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就逐步的向東歐 往東走 因為東邊地管人西 西邊他很難進去 西邊的歐洲 越往西 越發達了 越繁榮 人口密度越高 對猶太人也更加歧視 起压更厲害 那往東走的話呢 那就進入了波蘭 進入了烏克蘭 進入了薛亞利 進入了俄羅斯 等到 但是這個很重要 有一個數字 我跟你說 等到了這個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二十世紀初呢 這個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達到了一千兩百萬 大屠殺以前啊 這個發生大屠殺 就殺六百萬吧 按照這個 目前比較接受的說法 之前有一千兩百萬 在歐洲 佔整個當時全球 猶太人口的百分之八十 哇 OK 所以說 對 那你說 我就是 這個研究阿斯肯納茲猶太人的意義 就在這裡 他人口 就他基本代表猶太人 如果他要不是猶太人 那怎麼辦 這就是我要說的 所以就是說 他們是佔據大部分 所以說後來 到還有就是後來 從世界各國 從歐洲回到以色列 就是以色列復國的時候 那些回到以色列的猶太人 那麼大部分也是阿斯肯納茲的猶太人 是嗎 對 沒錯 還有那 也有很多歐洲猶太人移民到了美加 所以他們也都是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好 所以如果這些人 同時又是可撒人的後代 他們就不是真猶太人 就是在血緣上也不是真猶太人 那麼就是以色列 現在在以色列的猶太人 現在在美國 加拿大的這些猶太人 都不是真猶太人了 就是主流猶太人都不是真猶太人了 哇 全部是貌牌貨 對 對 但事實上呢 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和可撒猶太人 不僅沒有關係 而且連可撒猶太人存不存在 都一直存在 OK 那你又要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剛才說 在地理上 在時間上 都很make sense 阿斯肯納茲 就是可撒猶太人 可是你現在說其實不是 OK 那麼你又要來跟我們說一說 我給你講四點理由 OK 第一是什麼呢 首先一個就是說 可撒帝國是一千年以前就解體了 再加上這個 這個基普羅斯 他的這個 這個征戰 逼迫再加蒙古鐵蹄的劍大 他基本誰是可撒人 現在根本找不出來 那麼可撒猶太人這個說法 最初來自於 大概是八世紀的時候 有一個 居住在西班牙的猶太人拉比 他還不是研究歷史的 他研究哲學的 那他出了一本有關哲學的書 這本書中他宣傳這個猶太教 他的哲學理念上的優越性 他舉了個例子 他說我們猶太人的這種哲學思想 如此之優越 以至於你看可撒帝國 那麼一個強盛的帝國 他的國王的皈依猶太教 這是他 當時呢講的這個 就是第一次讓西方 在歐洲的猶太人知道 還有可撒猶太人 那麼 所以說他本身他的出現這個證據 就不是一個 比如說歷史學的研究 或者社會學的研究 或者宗教意義上研究的發現 它是一個 就是一個 哲學研究的一個副產品 這麼一個說法 他才打了一個廣告 就說厲害了我的國 厲害了我的 我的猶太族 我的猶太教 然後呢 後來但是這個 這個打了廣告以後呢 真有廣告效應 歐洲當時的這個 一些猶太人呢 就要去查驗去 他們就要想去 大家知道那個時候八世紀 可撒帝國不僅存在 而且很強盛的時候 他們想去他們看看 到底是不是這麼回事 結果呢 由於當時有這個東正教 這個拜占庭 還有穆斯林等等 他們就到了拜占庭以後 就到了康斯 軍事坦丁堡以後 過不去了 嗯 過不去他們就 但是他們從 呃 從那邊來的人那邊 聽說了 說那邊的確有個國王 現在叫喬治 他是信猶太教 所以他等於回來帶一個好消息 再次證明了 啊說那邊 是有個可塞猶太國 啊 里面大家都信猶太教 但是現在的學者就近年 就是近代的一些學者 現代的學者都認為 這是間接證明不可好 一般都不采取 嗯 那還有一個證據呢 就是我看到就是在 埃及 他有一些猶太社區 猶太社區他們吧 都有一種什麼 他認為你是用 西伯來語書寫的這個文 文件 都帶有神聖性 所以他們都是放在一個 專門一個藏書閣裡 那到一定時期 他們甚至把他給包裝了 封裝了以後 給他埋在地下 你知道死骸骨圈 為什麼出現死骸骨圈 他有這個習慣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呢 他其中後來發現 他們埋藏的書中 有一個信件 是來自基輔的猶太教徒 猶太人 而這個人稱自己是 皈依的可撒猶太人 所以基本上 就一封信 一堆信還是一封信 一封信 一封信 OK 所以一個是間接證據 一個是一封信裡面的一個人 自稱是皈依的可撒猶太人 就是這樣 這好像實在不算是 什麼充分的證據 還有嗎 所以我看到主要是這些證據 然後呢 所以今天的學者也是爭論很激烈 你像什麼 就是那個叫什麼 西班牙大學什麼 就是那個 以色列那邊 好多那種很有名的教授 他們都認為 不存在可撒猶太人 你記得你問那個 陳總仁牧師 陳總仁牧師怎麼說的 他不知道 他沒聽說過 我覺得他的回答吧 他有時候你得聽他 是不是在幽默 那我覺得他不見得不知道 他就不相信有這個存在 但是呢 還有一些人他認為 可撒猶太人確實存在 可撒國王可能真的信得猶太孝 但可能僅限於可撒帝國的上層和貴族 在信 這是一種說法 還有一種說法說什麼呢 可撒帝國呀 他後來 因為他自己那種 什麼薩滿教 索勒亞斯德什麼 就類似這種多神教 犯神教呢 他在這個 一神教面前有些自善情慧 他自己也是不斷的需要 因為當時可撒帝國在全盛的時候 跟穆林打了阿巴斯王朝 他們把他成功的壓制住 制止他們北闊了 因為他下邊就是那個 李海下面就是阿巴斯王朝 所以還有這麼段經歷 那可撒帝國呢 當時他們也著急尋找一種信仰 說我也有這種信仰 省著你來反我來 那這個可撒國王可能就是 就是 就是 有些他就信了猶太教 有些就信了基督教 有些大部分是信了基督教和穆斯蘭教 所以呢 也可能是這種情況 所以我們不是給他全部否認 這個可撒猶太人的存在 對對對 那我們也很公正的來看待 既然這個事情已經這樣傳到這個樣子 會不會那一小部分真的是歸信了 猶太教的可撒人 然後呢他們確實也是移到 就是移民到東歐去 並且在那裡繁衍生息 而且又再繼續遷移 就後來確實成為遍佈 東歐俄羅斯 匈牙利的那種 阿什肯納茲猶太人 會不會就是這一小部分人 蔓延出來的呢 這種看法以前是存在的 因為這個時間上邏輯上都說得通嘛 但是你查他的證據 現在基本這種看法被完全否定了 我查了好多現在的一些 包括有一些支持可撒猶太人 這種說法的人 學者 他都把這種 剛才你說的這種 往西走的 這種往西遷移的 西遷的這種可能性 他們基本都否定了 為什麼 這也就直接要講到 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到底是不是可撒猶太人 這之間呢 現在基本結論是 不是 有幾個 大概有四個方面的證據 第一呢 他們就是從語言學上研究 這個Yiddish 就是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所講的Yiddish 這個語言 它是屬於日耳曼語系 其中還混有一些 斯拉夫語的元素 因為後來他們都到東歐去 你到了西斯拉夫 波蘭 對 東斯拉夫 對 東斯拉夫 俄羅斯 和烏克蘭 烏克蘭也有西斯拉夫 一部分 那 但是裡邊 完全沒有突厥語系的任何元素 你知道 這些可撒猶太人 按照流行的說法 他們可是遞到突厥人 如果他們遞到突厥人 那他的語言應該是以突厥語為基礎的 你想一想 猶太人遷到了德國人 這樣一個地方 還不是原生的 不是說從那裡土生土長的 那祖先不在那裡 他都會發生 都會創造一個 符合日耳曼語系的 這麼一個一地區 那如果說你要是突厥人 最早你突厥人 你怎麼可能連你突厥語系 任何元素都沒有 這是從語言上基本就否定了 其次呢 社會文化上面 他們研究了大量的 就是說阿斯肯拿斯 猶太人呢 他們有猶太人的文化 一些特性不用說了 那他們也接受一些 日耳曼的斯拉夫的 但是絕對沒有突厥文化的任何痕跡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的話呢 再看歷史上 歷史上 因為阿斯肯拿斯 現在都知道 東歐有大量猶太人 那這些猶太人呢 後來大量的猶太人 跑到美國 跑到以色列去 那這些猶太人 都是阿斯肯拿斯猶太人 那從歷史上來講呢 阿斯肯拿斯猶太人 從德國 往俄羅斯 往烏克蘭 往波蘭 往東邊去擴 有清晰的歷史記錄 記的非常清楚 但是 可薩猶太人 往西遷 遷到德國 這個記錄 基本上歷史上查不到 對 只有在微信上看到 那些傳陰謀論的一些公號 哇 就傳這個 然後人家就看了一個公號上面的文章 也去拿來做節目啦 拿來傳啦 就這樣傳開了 這不是從學術研究而來的 是從微信而來的 我上次說 凡是從微信而來的東西 請你們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再plus1000 沒錯 沒錯 而這裡面我 我認為最令人信服的 還是第四種 就是第四個理由 就是基因研究 因為現在啊 有一個問題 因為可薩人呢 你找不到 我沒辦法確定 到底今天 你隨便找一個人 哪怕你是住在那個地區 比如住在格魯吉亞的 住在亞美尼亞的 你 你說他是可薩人 或者說他有 基因中間有多少來自於可薩人 你不知道你找不到的 而且他也沒什麼墓穴什麼 你像以前你說中國人找不到 你這邊 這種 這種 我們這種 農耕民族對吧 你都有一些 墓穴歷史記錄啊 你都可以查到 就是可薩人查不到 所以呢 但是查不到呢 沒關係他們研究 阿塞克纳斯猶太人 他的這個基因研究 發現什麼呢 40%的阿塞克纳斯人 來自於 僅僅來自於四位 土生土長的歐洲女性 就他是這個 這四位女性是他們先祖 這個很有意思 讓我想到 你比如說拉荷 對吧 他嫁給猶太人了 路德他嫁給猶太人了 那麼他們最後都成為什麼 大衛耶穌的祖先 對吧 所以猶太人有外族女性 與猶太人通關 接受猶太教 這在以色列歷史上很正常的 是的 而且基因研究肯定是非常可信的 那基因研究其實有三個成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成果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的比較 阿塞克纳斯猶太人 他和其他的 生活在其他世界 其他地方的猶太人 比如說生活在西班牙 大陸多亞法國 那個叫那個 塞法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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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說的那個 是同圓 而且呢 也可以證明他們真的是 閃的後代 對 所以真正的是閃的後代 是猶太人 沒錯 你說到他們這個 同中同圓吧 還有一個 就第三個證據 也非常有說服力 這個第三個證據 確認什麼呢 說 他是研究 剛才我說的是 他的母系 母系基因嘛 他追溯到了那個 四個歐洲人 不是猶太人 但是他的父系基因 追蹤到哪了 他先追蹤到了 在意大利的猶太人 然後又從意大利猶太人 追蹤到他的源頭 是在哪 在中東 所以呢 這根 你知道 這個歷史記載 公元135年 就主后135年以後呢 這個羅馬徹底 滅掉了以色列國 然後讓這個猶太人 就在四散到羅馬帝國各地 驱逐他們 然後進入意大利 然後進入西班牙 這段歷史是完全相笨合的 嗯 OK 所以我們去掉那些迷霧 那些陰謀論啊 各種威信的傳言 真正的謹慎看一下實錘的證據 就可以看見 阿什肯納茨猶太人是貨真價實的 真猶太人是閃的後代 而且他們跟可撒人是毫無關係 那即使真的有所謂的可撒猶太人 存留下來 那絕對於現在主流的絕大部分的猶太人 是毫無關係的 是吧 對對對 就是說我們不是否認可撒猶太人存在 他不可考了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 特別是他們有些歷史證據 甭管這個證據強還是弱 他有一定證據 但是呢 從剛才我說的四個大例子中間呢 你會發現 這個阿什肯納茨猶太人 他根本不是可撒猶太人 不是可撒人 而是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結論就是 因為阿什肯納茨猶太人 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他佔了猶太人整個人口80% 而且大量這些猶太人呢 是在這個兩次大戰的前前後後的過程中間 他們大量的 首先他最早當然分布在歐洲 後來又到了美國 到了加拿大 到了以色列 那這些猶太人也就真是猶太人 所以這樣的話呢 可撒猶太人的陰謀論 基本就被證為了 不應該再相信 我相信很多傳陰謀論的人 他真的動動手指就把它傳開去 沒有去認真的做過考證 還有就是呢 我覺得還有情緒的問題 因為現在大家對於大重置 這種 其實他也就是一個 二十一世紀升級版的 共產主義的一種宣揚 那對於這種教導 大家真的是生痛惡絕 尤其很多現在在傳可撒猶太人的人 他們是真的有一腔正義感 就是覺得 有一些惡人在做的這些惡的事情 而且你看猶太人在各方面 都很優秀 所以現在的世界大重置 也是一群精英 那麼借助科技 借助媒體 就把全球化的議題再強推 要實現權力最大化 那確實是很讓人 就是很邪惡 很讓正義有正義感的人 是有戒心去痛恨他們 但是我們要看 現在什麼人在推這個大重置 我們經常會提到的一個名字 Bill Gates 他是白人 他不是猶太人 Clinton 兩夫妻都不是猶太人 還有洗碗部 Claude Schwab 他也是白人 Joe Biden 也是白人 Chuck Schumer Nancy Pelosi 還有我最討厭的那位 代表著科學 I am the science 的那個福奇大神 這些不都是白人嗎 當然猶太人也有 索羅斯是猶太人 Mark Zuckerberg是猶太人 還有很多人 視為英雄的 但是喜歡裸體跳舞的 那個澤連斯基 也是猶太人 對 Zerensky他也是猶太人 那當然 但是還有黑人 奧巴馬 難道不邪惡嗎 還有WHO的那個 譚德塞同志 難道不邪惡嗎 所以什麼人種都有啊 但是我不否認 因為猶太人 他們在各方面都很優秀 所以他們做壞事 也做得很優秀 你還沒提你們那個 那個李顯龍呢 對不對 就亞洲有一眾小活 那幫領導人 你像什麼文在寅啊 蔡英文啊 李顯龍 其實他們隨時 也都是準備配合大重制 成為他們的幫星 全球 現在不是個猶太人問題 他是個全球 這個 這個什麼 全球領導 這個領導者 什麼 要聯合起來 對對對 所以作惡的 各族都有 甚至有好人 在作惡 OK 咱們李顯龍可是好人 不過 不過他很可能 好心的在作惡 成為了幫兇 這個是很有可能的啊 剛剛廢除 想要廢除那個 關於同性戀的 一個法案啊什麼 我們都非常的不滿意 所以這個 你不能只是說 只有猶太人 在做這些啊 那猶太人 確實有極左的 還有那個馬克思 他也是猶太人 確實 所以我就說他們是 因為他們是很優秀的一個 一個族群 所以他們幹壞事也 幹得特別的優秀啊 那不要忘記保守派裡面 有那個 Besha Piro 他是猶太人 他在那個保守派裡面的 影響力很大 還有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的這位老人家 那個Dennis Prager 他也是猶太人 對呀 所以耶穌也是猶太人 不要忘記 對呀 保羅也是猶太人 彼得也是猶太人 對呀 所有的使徒都是猶太人 早期教會 都是猶太人所建成的 也是很多尋道者 他們都是猶太人 因為他們所流的血 才有普世教會的建立 是吧 所以我們真的要反 有正義感的人 我們要反的是反左派 白左 油左 黑左 華左 黃左 我們都是要反的 就是像二十世紀 由美國所帶領的西方 那都是左派在作亂 裡面有油 有不油 有各種各樣的人 所以其實是共產主義 我們真正要征戰的對象 就是共產主義 真的是不要被混淆了 我們的視線 我們可能一開始都說 共產主義壞 共產主義壞 然後慢慢慢慢 那是因為猶太人壞 那這樣子呢 又被混淆了視線 你要知道在傳這些 共濟會陰謀論 在傳可撒猶太人 都是什麼渠道在傳呢 微信呢 微信你試試看 傳一些真話 傳一些真相 馬上被封殺 馬上被封號 為什麼這些東西 不但不被封殺 還是哇 像這個野草一樣 不斷的長呢 大家想一下背後是誰在推 所以陰謀論者呢 總是很喜歡 把世界上的問題 把罪惡 推到歸咎於一個人 或者一個群體 那所有的問題 都是因為這些壞人 所造成的 因為共濟會 因為光明會 因為有可撒猶太人 那如果消滅了這些人 這個世界就太平了 那就跟共產黨一樣 當年就是 因為有這些封建主義 因為有這些國民黨 有他們在 就十二不赦 把他們消滅了 那麼中國就太平了 那現在民眾也是 把共產黨滅掉了 那就天下太平了 全部都是一個套路 這個思維本質是一樣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講說 今天的大重制就是 21世紀的共產主義2.0嗎 共產主義 那個20世紀怎麼說的 那國際歌怎麼唱的 最可恨那些毒血猛獸 吃進了我們的血肉 當然是中文翻譯詞了 一旦把他們消滅乾淨 鮮紅的太陽照遍全球 都是一個思路 這個就是陰謀論者思路 就是這樣 就是你換一個target 對 我在剛才呢 我注意到這位朋友呢 他提出一個問題 他說節目一開始 不是說 阿斯肯納斯猶太人 不是亞佛的後代 怎麼最後又變成閃的後代 搞得一頭霧水 那麼這個London Smith呢 也提到說 到底是誰的後代 這個我可能給大家 要再解釋一下 他其實我跟他講了 但是可能大家沒聽清楚 這個阿斯肯納斯這個詞 來自於聖經 至少有兩處提到 第一次提呢 是亞佛的這個 這個孫子啊 就是挪亞的蟲孫子 那麼是他 那麼如果你要自稱為阿斯肯納斯 讓人想像可能你就是 這個亞佛的後代 對吧 那如果是這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不是閃的後代 那他就不是猶太人 但這個是錯的 那聖經另外一個地方 也就是在那個耶利米書啊 五十一章二十七節 他提到的 就是阿斯肯納基啊 他叫那個 那個什麼阿什基拿 那他當時提到的這個 這個是個地名 就是又與那個最早提到的 這個亞佛的那個孫子 又是兩回事了 兩個概念 那這因為他的這個地名 是在這個中東 甚至在里海地區 也因為呢 亞佛的這個有一個孫子 叫阿什基拿 所以說呢 讓人們感覺到阿什肯納基人 可能是亞佛的後代 或者說就來自於 可薩帝國所處的那個 亞什基拿 明白了吧 就讓人感覺他是 這兩個感覺到最後證明 都是不對的 我剛才講的四點 基因證明他們繞回來 他們是真正猶太 他們是神的後代 不是亞佛的後代 也不是從那個阿什基拿 就是不是從里海地區 起源的可薩人的後代 OK 所以我剛才說 要抹掉這些迷霧 我們上面有很多的迷霧 讓我們認為 阿斯基拿猶太人 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是可薩猶太人 也就是假猶太人 這個是有很多表面上 看起來好像很 Makes sense的一些迷霧 來誤導了我們 但是如果你看實錘的證據 從語言學 從這個歷史的考究 和從基因來看 那麼其實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是真猶太人 是神的後代 是的 那個還有這位 那個叫賢人雅提吧 我看不太清楚哈 說阿斯肯納茲猶太人 是什麼時候 從哪個線路到歐洲 藍因蘭的 這個你要提的這些細節問題 又是一個 一個大家互相爭論的這個東西 你看剛才如果看著我 剛才提的一個基因研究路線 對吧 它的父系是在意大利 然後意大利那個父系呢 又來自於中東 所以這條線路就顯然 是跟當年羅馬帝國 這個就是滅了這個 猶太國以後 他所經歷猶太人的 遷徙路線是一致的 但是在這之前 基因證據之前呢 我看到一些資料講 認為他們是來自 還真有人認為 他們來自於中東 或來自於雅西亞 小雅西亞地區 有這樣說的 那麼他們是什麼時候 反正他們稱為藍因蘭 猶太人和阿斯肯納基 猶太人在那大量聚集的時候 是已經到了十世紀了 就是這是我只能 現在看是這樣的 而且就是這樣的 其中還有很多很大的爭論 可以這麼說 我現在是所以 對今天呢 其實是會敢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我還是看了一些 正反面的東西都看了 當然每個人他都有一個 存在一個判斷問題 就你怎麼判斷 也是離不開你自己的價值觀 這點我也承認 那這個大家呢 所以每次談到這個話 就肯定有爭論 但是我是希望 我們把我們的觀點表達出來 讓大家呢 給大家分享 這個就是 那好 就是剛才實際上 雨林你講這個問題 就涉及到說 我們了解有關 猶太人歷史信息 它的一個重要意義 這個意義是什麼 你看 這個猶太人一冒論呢 他為什麼今天又被人使起來 又跟他與世界大重置結合在一起 因為他有一個邏輯鏈在裡面 這樣就是你今天的猶太人 如果可撒猶太人 這個陰謀論成立 那麼你今天猶太人 就不是真正猶太人 而是可撒人 那麼他們就是撒旦的後代 他們就是撒旦的人 他們就要拆毀這個世界 他們通過共濟會光明會 從五百年前 公元五百年到現在 到近代 這個都是他們在一直做 撒毀的工作 那如果你相信這樣一個陰謀論 你下一步 你會怎麼行動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 我們共同的敵人就是猶太人 他們有一個 對不起 他們有一個底層邏輯 這個世界的本質是美好的 有一批特別壞的人 要來搞亂這個世界 這個底層邏輯本身 已經是不合身心的了 他就拒絕承認說 每個人自己都是罪人 我們曾經在中國的時候 當時我們談到反思文革的時候 我當時聽到最深刻的反思文革 就是說每個人都要反思自己 其實呢 這裡邊也是有一些基督教的思想在裡面 是吧 就是我們如果不是去從人的罪性上 從上帝的視角來看這些問題 你就會把 就有用替罪羊情節 你把這些所有的問題 都會去歸結到某些壞人上 那這樣的話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去迫害人 甚至殺害人 甚至滅族 都變成是正當的 正義的 正義的 而且你做起來以後呢 你自己是完全是毫無愧疚感 對吧 所以你看那個2020大選以後 那麼Q出來了 Q出來以後大家 就信Q去了 等著吧 川普 一月進白宮 二月進白宮 三月進白宮 四月進白宮 五月進白宮 六月進白宮 七月進白宮 八月進白宮 九月進白宮 對不對 所以呢 但是如果你不信這個Q 你會幹什麼 你會參與當地政治 對吧 你就會去參與選舉 你就會去參加校總會 你就會出去抗議 你就會 從自身做起 從自身做起 另外你會股股東其他人 呃 那麼來做你該做的事情 你你會拒絕全球化的候選人 對不對 嗯 你但是你如果 你你要是相信 你會念念不忘的仇恨一個民族 仇恨一個種族 仇恨 呃 一群人天天幻想著 哎呀我哪天我就自己指導共濟會 老巢 把這些正在用孩子獻祭的 這些撒旦門徒們抓一個正著啊 這就一個獵物 指望川普啊 川普衝進去把孩子救出來 把共濟會滅掉 我就坐在那邊 老爺子都快八十了 讓人就衝進去 哎呦 所以你知道 這還是輕的 但你如果重的 你會覺得仇恨仇恨 最後怎麼導致一種納粹的行為 你去屠殺猶太人 那就更可怕了 造成整個的悲劇 而且這種悲劇 你知道嗎 為什麼後來二戰以後 一直到今天 這個猶太人 對美國 教育系統 政府系統 軍隊系統 文藝系統 體育系統 這個媒 傳媒系統 所有的進行滲透 然後呢 讓美國這邊 把美國毀到現在這個樣子 這些猶太人脫不了干系的 但是為什麼他們能夠 這樣天馬行空 能夠 就是说 如入無人之境 能夠把他們的左派思想 能夠馬克思思想 文化馬克思思想 能夠灌輸下去呢 因為我們對猶太人有了愧疚感 我們不願不敢 或者是不情願 或者是 這個絕對 願意支持他們 不敢去阻止他們 作惡 對吧 因為 好像全世界欠他們 他們這麼多人被屠殺 這就跟今天黑命貴 搗亂 咱們不敢管一樣 因為她 歷史上做過奴隸 所以說你到 誰敢 這個就是到最後 就造成更 又一個悲劇 所以就是兩邊擺 你一開始就 怪這個族群 要去逼迫他們 屠殺他們 等到後來翻案了 哇 又覺得 哎呀 我們做錯了 又去寵著他們 結果呢 又縱容他們 真的是作惡了 所以就是兩邊 其實都是錯的 因為你沒有按照事實 理性的去看待 還有另外呢 很多基督徒在傳可撒 那猶太人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還有一重心思 就是基督徒有一種好心 他們呢 就是知道猶太人是神的選民 就幫著猶太人 就說你看 壞事啊 都是假猶太人做的 對 不要怪責真猶太人 真猶太人是好的 沒有這麼壞的 OK 我承認這是他們的好心 但是其實裡面 有一個很嚴重的邏輯 就是說如果現在的猶太人 大部分都是假猶太人 那麼回歸 這個現在回歸西安山運動啊 回歸去 去 對 去重新立國 復國的 我們你知道 那個 在中國有一個詞 叫猶太復國主義 其實應該是西安山主義 對 西安山運動啊 那變成這個 回歸到西安山的 這一個事件 和猶太的復國 是沒有法理依據的 因為都是假猶太人啊 你都是從歐洲 絕大部分都是從歐洲 美加回去的 都是阿茲肯那茲 猶太人 那都是假的 所以整個西安山運動 都是一個冒牌貨啊 那麼以色列的立國 就不再是應驗聖經預言 因為聖經預言 要是由真正的猶太人 回去立國的 那現在整個猶太 整個以色列國都是冒牌貨 哇這個就大大的混淆了 基督徒的認知啊 甚至就是混淆了上帝 預言的應驗 和搖動了聖經的 聖經的這個權威和根基 當然我要強調 我們不是說 會有困惑 會搖動聖經的根基 所以我們就不要相信 不是 而是它不符合事實 對 我們剛才已經解釋了很多的事實根據 所以我們堅持還是要回歸事實 我們要看證據 那所以呢反而陰謀論者 他們是不看這些事實的 他們只有一些很表面的一些 還有根據他們的主觀意願 來傳播這些陰謀論 那麼現在都已經證實是虛偽的 所以我們基督徒千萬不要因為好心 而去相信這些謊言 因為不管多麼的好心 這些謊言都是出於撒旦 只要是出於撒旦的 它就會帶來拆毀的效果 所以不要說什麼 我要幫真猶太人說話 所以就要把所有的責任 都怪在假猶太人身上 如果是出於撒旦的 我們就不要相信 也千萬不要去傳播 對 我們啊求真 你就要先明白 到底這個所謂的假猶太人 這個傳說 它是真相還是謊言 它是事實還是傳說 不要搞清楚 所以我們以聖經的原則呢 就是你最根 歸根結底你要以聖經的原則 來看待猶太人 看待猶太的歷史 那特別是我們說基督徒 我覺得很多基督徒信這個陰謀論的 他信陰謀論的 首先就第一個他先相信就是謊言 基督徒要以屬靈的眼光 要以神的心意來看待猶太人 我要用世界的眼光 更不能落入魔鬼的圈套 魔鬼先給你扔 扔過來一個謊言 你先把他謊言信了 你往下怎麼走 那不就跟夏娃在伊甸園上一樣 對不對 對 神的心意表達在聖經中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回歸聖經 對 其實回歸聖經來看 聖經是寫得很清楚很清楚 聖經真的是可以保護我們 不落入撒旦的謊言和欺騙裡面 如果我們一直在這個世界上 看這個世界所呈現的東西 真的很容易被撒旦所利用帶偏的 OK 我們來回歸聖經看一下聖經怎麼說 首先聖經說得很清楚 以色列人是上帝特別簡選 而且是上帝專愛的一個民族 有人在問 憑什麼說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選民 憑什麼 沒有憑什麼 就是憑上帝的主權 就是千萬個女子 有那麼多個女子 我就是愛這一個 這能夠解釋嗎 為什麼我偏偏在愛這一個 要娶這一個來共度一生 這個是沒得選擇的 所以聖經是用丈夫和妻子的關係 來形容上帝簡選以色列人 他就是一個沒有的解釋的一種 一種愛 一個專愛 所以《生命記》七章 七到八節上就說 耶和華專愛你們 簡選你們 並非因為你們的人數多於別名 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名中 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華愛你們 完了沒有其他解釋 不是你長得特別漂亮 不是你特別聰明 就是耶和華愛上了你們 OK 所以他聖經會用愛情故事 來形容上帝對以色列人的 簡選和專愛的 還有以色列人是上帝 主動於他立約 還有就是堅定守約的民族 我可以說聖經 舊約聖經裡面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間是互相合作 上帝負責單方面守約 而以色列人是負責不斷的被約 他就像是一個不忠的妻子 不斷的去外面偷情 但是這一個忠實的丈夫是不斷的守住 忠誠堅定的守住這一個的約 所以很美的 其實我們看聖經 我們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愛 真的是很奇妙也很美的 我們看生命記七章九節說 所以你們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 他是神是信實的神 向愛他守他誡命的人守約 施慈愛直到千代 所以上帝的愛是不改變的 人是很善變很善變 但是上帝絕對是不改變 但是同時以色列人 又是一支作惡悖逆的民族 你看連先知以賽亞都說 以賽亞書一章四到五節說 犯罪的國民 擔著罪孽的百姓 行惡的種類 敗壞的兒女 他們離棄耶和華 藐視以色列的聖者 所以我們從整本聖經 從舊約到新約 看新約他們 是他們把耶穌盯上十字架 後來保羅和使徒傳教的時候 是猶太人要去謀殺保羅 要去阻止他們宣教 還有傳播fake news 說耶穌沒有復活 耶穌的身體是被門徒偷走的 從那個時候他們就傳fake news 所以現在的fake news 背後都是猶太人 這個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聖經裡面 猶太人的邪惡、悲逆、敗壞 一點都不比現在左派差 左右也好、白左也好 這個聖經裡面早就有了 所以我們還能夠說什麼呢 還有還有 但是也不要忘記 猶太人確實是這麼的差 這麼的壞 但是聖經裡面以色列人 他其實是新約普世教會的 一個預表 就是在舊約裡面 上帝愛猶太人 拣選猶太人 但是來到新約 上帝是愛普世教會 上帝拣選普世教會 這一份特別的愛、特別的約定 已經在教會身上了 而我們是教會的一份子 所以我們現在也活在 上帝這種專愛裡面 其實我們是很幸福的 但是以色列人作為上帝 所拣選、所立約、所代表的 這樣的一支民族 他們並沒有失去 特殊的選民地位 因為上帝是不撒謊的 以撒亞書六十二章十一到十二節說 你也必稱為被眷顧不撇氣的臣 既然上帝說我永遠不撇氣你 上帝就不會在成立了普世教會以後呢 好用完了 我就把你撇氣 不會的 因為上帝不會背離自己的約 所以我們看以色列人 首先要看到神的心意 我們不要按照人的心意 我很有正義感 所以我去罵猶太人 我們要看到這個是上帝的選民 上帝尊愛的 當然我們教會也是 所以我們看舊約、看新約 以色列人有多壞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看好像照鏡子一樣 我們看到的是人性有多麼的敗壞 所以不要我年輕的時候 也很有正義感 我看舊約我就說 這些以色列人真壞 真的是忘恩負義 剛剛走過紅海 紅海在他們兩邊分開 馬上一沒有水喝就罵摩西 動不動就說要回埃及 哎呦真的是壞的要命 我現在看就不一樣了 我就看人真壞啊 人真是忘恩負義啊 你看整個美國領受了上帝 這麼多的恩典 成為這麼大的強大的國家 就馬上不要上帝了 甚至悖逆上帝 仇恨上帝 這所有以色列人會犯的罪 世界上的人都在犯 現在的教會也都在犯 因為人都是罪人 所以我們看聖經呢 不能夠只是手指望往外指 我們看聖經 新約也說 要像照鏡子一樣 你看到人骯髒 你要自己去洗自己 自己要求耶穌的保血 來洗淨我們 而不是說別人有多壞 別人有多壞啊 而且聖經也明確的說 在末後的時候 以色列人會從四方回歸 會復國的 所以現在的復國 正是應驗了聖經的預言 絕對是由真以色列人 來復國的 上帝不會搞錯的 讓一群假以色列人 去復一個假以色列國 這上帝還是全能的神嗎 其實聖經裡面就很多啊 以西結書裡面就是 三十六章二十四節說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 從列邦聚集你們 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那說的當然是真以色列人啦 怎麼可能是假以色列人呢 還有羅馬書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節啊 這個是頭尾 我們摘取了頭尾 就說等到外邦人的樹木填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你看到以色列人在上帝心目中的地位 是很特殊很特殊的 那還有我要說最後一點呢 就是陰謀論者啊 他們對於真猶太人假猶太人的定義 就有一個解經上面的錯誤 你剛才不是引用了啟示錄二章九節呢 還有啟示錄三章九節是很類似的 就是說那撒旦一會的人自稱是猶太人 其實不是猶太人乃是說謊話的 我要使他們來在你腳前下拜 也使他們知道我是已經愛你了 OK你看有假猶太人啊 那些自稱猶太人的人不是真猶太人啊 哎呀Come on 這種是多麼錯誤的解經方法 因為聖經裡面真假以色列人是屬靈意義上面的 而不是血緣上面的 就像耶穌說拿蛋液 你是真以色列人 因為你的內心沒有詭詐 那難道其他有詭詐的人就不是了嗎 那些其他很詭詐的法利塞人 當然都是猶太人啊 所以耶穌所說的真猶太人 真以色列人指的就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 而那些被盜的不遵行上帝律法的 要搶奪上帝榮耀的不認上帝兒子的 那麼這些就是假猶太人或者假以色列人 所以這個完全是看內心看屬靈的 不要這麼膚淺的去解經啊 所以我們相信現在的以色列國呢 他就是應驗了聖經的預言 而且耶穌說我們如果看到無花果樹的葉子 又在發旺了也就是復國這件事情 成就了耶穌的再來就越來越近了 我們更加要警醒啊 所以我們現在絕對呢 是作為基督徒作為相信聖經的人 敬畏上帝的人 我們支持以色列復國 我們支持現在的以色列國 我們也支持川普一系列對以色列的政策 那都是符合聖經的 那但是我們也要說神是公義的 所以我們對於任何以色列人所做的罪 罪行我們都要揭發和斥責 絕對不能夠包庇 也不能夠幫助他們隱藏 也不能夠幫助他們說這個是假以色列人做的啊 還有呢你看他們在聖經裡面殺害耶穌 逼迫教會 這些聖經都沒有隱瞞 我們也不需要去隱瞞任何東西 聖經都把所有猶太人 以色列人的罪原原本本都記錄下來 一點都沒有什麼家仇不出外揚啊 所以現在的左派猶太人 他們對全世界 確實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危害 這個都是事實 那我們相信上帝是公義的 所以他一定會按照他的公義 去審判每一個犯罪的人 包括猶太人和非猶太人 所以我們對於以色列國最大的盼望 和我們對他們的帶導 我們也愛猶太人 我們愛這個國家 我們對他最大的愛呢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接受耶穌基督為他們的救主 承認尼塞亞的身份 也成為屬林上面的真以色列人 可以得救得到永恆的生命 那這個就是我們對他們的愛和期望 哎呀 雨林你剛才這段這個講的真是太好了 你這個其實就是講出了這幾條原則 就講出了這個我們現在怎麼去看待 什麼是真以色列人什麼假以色列人 從屬靈的角度來看 對吧 那另外一個我們怎麼樣 聖經有哪些主要的原則 就是能夠幫助我們理解 如何看待這種以色列人的和猶太人的 嗯 這裡邊網友呢 有一個人的問題啊 算一個質疑吧 我也是想打上來給大家回答一下 這個叫寧赫吧 我是看不太清楚 他說西安山運動 本來就是羅斯柴爾德操縱的 可以參看貝爾福宣言 首先一個我這裡就是講兩點 第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西安山運動 它是整個的一個以色列復國的 這麼一系列行動 他從十八世 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 英國很多大量的基督徒 他和本地的猶太人 做了很多努力一步步出來的 而到他立國建國 具體上實時落實這個設想的時候 所有猶太的富翁都會出錢的 因為他們都支持他 那麼 所以說呢 那麼你這個 羅斯柴爾德加族出錢是正常的 但是 你說是不是操縱呢 這個詞就相當主觀 你怎麼看待 讓我想起來 你知道 前兩年有一個笑話 就是你怎麼看待一個女孩子 她白天上大學 晚上進青樓 這樣的女孩怎麼看她 有人看她說 這是一個墮落的女大學生 那另外人看她說 這是個勵志的妓女 你 所以說你說 你是不是用操縱 你怎麼看她 這是我講第一點 你看你怎麼看她 第二點 神既然能夠用叛徒遊蕩 來實現她自己的 這個 拯救計劃 那麼她何不會使用羅斯柴爾德呢 甭管她自己有多大罪惡 所以說呢 我們看要看神的計劃 能不能實現 如果你緊盯人的計劃 那麼你永遠會絕望 這就是我要跟你說的兩點 對我覺得陰謀論者 其實真的是不相信上帝的人 因為對他們來說 整個世界是由羅斯柴爾德家族 所操控的 而不是上帝掌權的 嗯 那麼 這裡邊也有人問 還是說 有人說是巴勒斯坦地區 住的猶太人 還是真猶太人 是有人說 我們提供了聖經的標誌 按照聖經標準來 不管你誰說 那我們會按聖經標準來 語連差不多 我覺得呢 就是 就是 基本就是這麼一個 對一個小時 還好還好 還好啊 所以我們 真的是想 通過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 跟大家的分享呢 讓大家了解 我們 第一要 我們要堅持信仰 第二也要尊重 歷史事實和科研成果 而這個 所謂的可撒猶太人 這個陰謀論呢 假猶太人的陰謀論呢 無論是從信仰上 還是從 歷史事實 還是從科研成果上 他都站不住腳 那麼 既然他站不住腳 就像你剛才說的 為什麼 這麼多人信呢 這個就是 撒旦出來 要迷惑人騙人的東西 對 對 就跟Q出來一樣 到最後你想想 當初那麼賣力去推廣Q的 一個林伍德 一個弗林將軍 到最後兩個人 翻臉了 兩個人都指著對方 但兩個人同時都承認 這個Q是不存在的是假的 是左派用來迷惑右派的 那你想你們當初都那麼上當 當初我那個什麼 有多少人質問我 難道弗林將軍錯了嗎 難道林伍德大律師不如你嗎 真的不是我 因為我是依據聖經 我是依據這個求真的原則 對吧 你不過你再有多有能力 對吧 哪怕班農你那麼有能力 你是帝師 你是國師 對不對 但是你一說郭片子 是中國的華盛頓 這種謊言的話 你還有什麼 你就是 我永遠瞧不起你 鄙視人 對對 張淳啊 你知道我呢 自認其實是 沒有你厲害了 像林伍德一樣 沒有你厲害 但是這個可薩猶太人 這件事情 聽說以後 我是從頭到尾真的不相信 那我呢沒有 那個時候還沒有去考究啊 沒有任何的事實根據 我一聽就說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我相信上帝 我相信上帝所拣選的這支民族 不會隨隨便便就被人家 這樣冒牌就代替掉 然後還去復國 我也相信 如果我們熟讀聖經 就知道 猶太人每一次要回歸的時候 那都是信仰的回歸 都是律法的回歸 那麼都會有立位人 又再成為大祭司 他們又要恢復整個立位人獻祭的這個體系 來回歸 所以不是說整個國家可以冒充以色列人 就冒充得了的 他們是有神的律法 好像一個印一樣去錯記印在他們身上 所以當然我們作為有責任感的自媒體 像你這樣要去做很多的考究 要提供事實 但是在事實還沒有呈現出來之前 根據對聖經的認識 對上帝的認識和屬靈的一種直覺 我就知道這個絕對是不可信 我希望我現在不是吹噓我自己 但是我希望這要共勉 就是說所有的基督徒真正敬畏上帝 知道有上帝掌權的 我們任何事情即使還沒有 因為我們可能找不到那麼多的資料 也沒有那麼大的學問 但是首先我們是相信上帝敬畏上帝 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有罪惡 但是我們知道真正掌權的是上帝 所以你有了一些屬靈的原則 和對聖經的認識 你不會那麼容易就被迷惑的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認真看待我們的信仰 聖靈在我們裡面就像明燈一樣 照亮我們的心靈 我們就不在黑暗裡面行走 所以我希望 我是很痛心看到很多傳播謠言的基督徒 在這樣子傳播這些陰謀論 我真的希望我們要活出聖靈的樣式 是在這個時代要做聰明人 不要做糊塗人 這個也是聖經的教導 好的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好 也要謝謝張詢做了那麼多的資料收集 沒有 你也做了很多功課的 我在聖經方面 你就去歷史方面 對 好的 那也謝謝大家的收看 感謝大家的收看 好 這裡是《心經問道》 我是張群 我在美國芝加哥 我是宇玲 我在新加坡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